华林县政府26号上午在瑞水湘工所办理了 南区场次的乡镇市调节委员会业务研习活动 吸引了30多位各乡镇市的委员踊跃的参加 温故之心也提升调节服务的品质 华林县警局行程分局以交通事故实际案例 图文并茂讲述行车事故处理程序以及相关法令 让台下调节委员门温故之心 台节纷争也有效减少法院案件量的负担 只是灌输各位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如果之后真的类似整个状况被开弹的话 警方只是逼法行政 不是找了民众的难 只是说民众的可能对这些方面的资讯 没有吸收那么多 华林县政府有鉴于各乡镇市调节委员会 所受理的调节案件 以交通事故纠纷类型为居多 因此今天在瑞隋乡公所举行的 南区乡镇调节业务研习会就以此作为开场 接着安排包括民法亲属继承 民法议定监护 相制显如何保障车祸受害人等议题 以及调节技巧与经验分享的课程 让与会的调节委员们收获良多 我在调委会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今天的一个学习课程 对于我们对交通方面会更加的认识 然后对于如果民众有这些部分的问题 来这边做协调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增加我们对交通部分的处理会更融强 我是79年我就当村长 我也参加过很多法院的受讯那些工作 今天来我是今年才当表结委员 所以说东西也是对这个车子的发生事故 一般的几乎我都有做 我也当过交通队的第二大比赛 所以对这个工作可以上手的信息 都可以都有互相帮忙 从今年1月份开始到8月份为止 全县各乡镇市调节委员会受理调节的案件 就有122件 民众透过了调节委员会调节程序 顺利解决纠纷争议 而这一次县政府结合了检警以及保险商业同业工会等机关单位社团 规划了各专业领域的课程 吸引超过30多位的调节委员们到场参加 记者是预览采访报道